可是我也只能 伤心难过 这样的时刻 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说 当你决定离开 我好舍不得 我多想抱着你哭 紧紧的把你抱住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愿意付出全部 我多想抱着你哭 紧紧的把你抱住 只要 喂 喂 大家能听到声音吗 能听到声音 然后视频没有问题的打一个1 好 能听见是吧 好 那我们周末开始周末的课程啊 录制已经开始了 这次不会忘了 行 那我们就那个花点时间就是把上次和上上次课 用过两天 还将近不到两天 两次一次半的课程的时间吧 然后把整个那个组Kipper啊 然后跟大家啊 学习了一遍 然后包括理论以及上一课那个实践的部分 然后啊 对走Kipper这部分啊 如果有了解的话呢 相当于对之前的那个Stoom啊 啊 因为Stoom里中啊 有很大的那个他那个地区能够稳定的原因都是依赖于你祖Kipper的这个稳定性嘛 然后呢 通过Stoom衍生出了这个ZooKipper的学习 然后在之后呢 我们在之后的那个HBase里面 还会涉及到ZooKipper 然后所以呢 ZooKipper这个分布式这个锁呢 这个服务啊 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集群里面 然后包括呢 之后的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那个Hadoop还是1.0嘛 那最后生意到2.0时代的时候呢 那整个的Hadoop集群呢 也都依赖于整个的ZooKipper啊 用这个分布式索夫来 来为整个集群啊 进行协调资源以及调度 那为什么1.0没有用这个ZooKipper呢 是因为这个 啊 可能是根据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吧 就是在ZooKipper还没有发明之前 这个这个工具还没有出现之前 HBase1.0就先就先诞生了 然后呢 因为有种种的一些个啊 弊端吧 比如说那个呃 呃 单点故障的什么一个原因 比如说那个所有的信息 你都要存到Name NameNode里面 是吧 NameNode内存里面 是吧 如果一个这个主挂的话呢 那相当于这个数据也丢了 那所以为了让这个整个集群能够更鲁棒呢 那 那阿多巴尔也会把这一部分会生意到啊 把ZooKipper这么一个分布式的这个一个调度控主控中心啊 就能够融合进来 那这一块呢 会在后续的课程中会给大家安排大家 然后去进一步了解 行 那我们在正式今天的课程之前 啊 把之前那个啊 学过的ZooKipper的东西 然后再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吧 好吧 好 其实整个ZooKipper学过来 一看 其实ZooKipper 嗯 如果是想学会应用 然后已经了解这个ZooKipper 它怎么能够啊 应用到具体的解决某些的这个业务问题上呢 还是不是特别复杂的 不是特别复杂的 但是ZooKipper这个问题 它理论还是比较比较难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个工作中 不会涉及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 就没有必要太多啊 在这上面花时间 所以我们只要了解这个ZooKipper 它的一个特点 以及你怎么用就可以了啊 首先呢 像我们之前啊 在基础分会式之前啊 主要是单机的问题 是吧 单机的问题 单机的问题 在单机问题上搞锁的话 很容易 用一个内存锁 然后线程之间 然后根据这个锁对竞争的那个资源 进行啊 互持访问 但是那个分布式阶段的呢 把这个问题衍生到分布式的一个集群的问题上 就比较难处理了 是吧 难处理了 所以就这个ZooKipper这么一个诞生 那ZooKipper是什么呢 就这么一句话 是吧 这句话跟 呃 虽然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呢 它里面涵盖了很多的一些要素 那这个呢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是吧 啊 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它这个数据模型呢 也是比较直观的 因为我们有了那个Linux的文件系统操作的一些 啊 经验 以及这个这些新进知识 所以再去了解这个ZooKipper 它的这个数据模型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是吧 因为它的数据模型呢 也像一个树一样 是吧 树状结构 跟你的这个Linux文件系统 比如像那个 ESK2 ESK3 这个文件系统 其实很类似的 文件目录 包含了很多的子目录 然后子目录相反 又包含其他目录 以及其他的文件 是吧 那文件呢 最后相当于是一个叶子结列 但是在那个ZooKipper整个数据模型里面呢 哎 它是没有目录文件的这么一个区分了 那所有的结点 不管你是叶子结列 还是中间经过的这些呢 都叫结列 都要结列 只不过是那个 目录呢 比如说这个目录下面有文件 有文件 那这个目录相当于这个文件的一个副结列 那这些 具体的文件呢 相对对这个目录来说是一个子结列 这样一个副子关系 有一个层次的关系 但是没有是目录包含之间的这么一个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和那个文件系统这么相对应理解 还是比较 能够好好好记一些 是吧 而特别有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去访问路径的时候 一定要有绝对路径啊 绝对路径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这个节点 因为上次课 我们一块演示了一些例子吧 给大家看 然后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对这个 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 它的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理解节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是吧 那这些点包含有什么呢 有数据 是吧 数据 因为上次课 我们通过 比如说用赛的方法 或者用盖的方法 哎 这一些 组可以把它那个啊 开源攻击包里面 它已经提供给我提供好了一些它的客户端 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端呢 去创建我们不同类型的节点 是吧 然后为不同的节点呢 去设置一些数据 并且在那个上次课的那个后半程有一个叫什么 配置分发那个例子 是吧 那个配置是什么呢 配置其实就是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 当你这个配置发生变化了 那也就是这个数据发生变化了 当这个数据发生变化了 那监听这个节点 就会向你监控方就主动发出一个回料的一个 一个异步的一个一个 那个怎么说呢 那个握持一个机制 就是监控机制 会通知你这个会通知 监控方说我这个被监控的这个节点数据发生变化了 是吧 那距离发生变化之后呢 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你了 那你 你这边监控方是想再重新读我的配置文件呢 还是重新再读我的数据 还是读我这个节点下的其他自己的一些状态呢 这都是你的距离的策略问题了 是吧 那只是我把这个消息通知你了 那相当于这个连接呢 就已经建立关系了 那具体这个 你这个数据是怎么读过来的呀 然后以及这个列表是有没有变化 这些状态呀 怎么获取的 那这个东西呢 跟监控机制就是没什么关系了 是吧 应该是大家也比较好理解 这是数据这块 然后呢 还有一些关于这数据的一些基本属性 比如说包含这个数据来描述这个数据的这个长度 然后以及你这个节点 创建的时间 当这节点的数据发生变化了 或者这个节点更新了 啊 他有修改时间 是吧 所以呢 每个节点都有这个文件和路径的双重特点 这个比较好理解了 比较直观 这个样子 应该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结构 然后整个节点的类型呢 这个很重要 是吧 那在我们创建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业务问题 要解决哪些类的问题 是吧 那根据不同的问题呢 你创建的这个节点啊 创建这个节点的功效 功能是不一样的 在出每一个类型的节点 它适合的解决问题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那永久节点呢 是默认的一种啊 节点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客户端去create一个节点的时候 如果你不加参数 它默认就是创建永久性的节点 那这永久性的节点 结合上次课 我们去学的那个那个案例 呃 他适合哪个案例 是吧 他适合那个配置分发 是吧 是个配置分发 你可以这么记住 只要不是选主 只要不是啊 对远程机器的监控 那就需要永久节点就可以 就够用了 就这意思 然后临时节点呢 什么时候用呢 哎 就是对远程机器的监控 远程机器监控 那为什么他能达到监控的这么一个效果呢 是因为谁创建了这个节点 好吧 那个这个节点呢 就跟这个创建者之间 自然保持着一种网络连接的这个关系 他们之间会保持一定的心跳 啊 卡吗 其他人卡吗 声音以及视频这个有没有卡顿现在 效果怎么样 其他人卡吗 刚刚有卡顿是吧 那这个可能是现在环境这个 肯定上网高峰有关哈 嗯 那我们回头来继续吧 然后这个临时节点的话呢 为什么打到监控效果呢 就是当你这个创建这个节点 这个比如这个server 它一旦出现了当机或者是网络断掉的话 那就认为你这个机器就认为你这个机器就是丢失了 或者你的机器出现一些问题了 然后呢 你创建这个接点 这个临时机器就自然就会消失掉 那这个例子呢 上次课我们也演示过了 是吧 那那上次课如果是 来上课的 或者是后续看我们视频的同学应该有 应该也能理解到这个 我们之前实验做的临时节点 这个实验的的预期是怎么样了 是吧 啊 当时我们创建了四个节点 还记得吧 出现四个节点 然后呢 我当时用那个slave3去创建的 之后的话呢 我为了模拟这个过程 我把slave3这个虚拟机直接给关机了 然后这时候回过头了 你再看做keeper 我们直接创这个临时节点这个目录下面 还剩几个节点 还剩两个节点 是吧 还剩下两个永久节点 但是我们创建了四个节点 就是两个永久 两个临时 那当slave3这个机器荡掉的时候 哎 刚刚好那两个临时节点消失了 是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数据节点呢 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一般都用在选主 是吧 选主 以及这个 啊 锁 锁服务 排队嘛 只要涉及到排队的事情 那就需要什么 序列节列 序列节列 或者是一个队列 比如说上次科里还说什么 同步队列 和先路先出队列 是吧 都需要这个顺序节点 但是这个顺序节点呢 不能单独存在 顺序节点呢 必须和永久节点或者是临时节点 配对的来使用 所以呢 你一旦在走Cable上去看到节点的时候 它的类型无外乎就有四种 一种呢 是永久型的 一种是临时的 还有一种是永久加顺序 还有一种是临时加顺序 一共四种类型 这要记好了啊 然后监控提示呢 主要三种 来监控你这个数据到底发微发生变化 发微变化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数据有没有得到更新 该的抽纯呢 主要是对于这个负节点来说的是吧 就看你这个负节点的下面 如果有其他紫节点的话呢 啊 有没有这个列表 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吧 你的紫节点是新增了呀 还是消失了呀 只有新增和消失 是吧 那如果一个紫节点 比如说一个负节点 它下面有三个紫节点 其中一个紫节点 它的数据发生变化了 它数据发生了变化之后 那负节点 会发出这个握持极致吗 如果会的话打一个一 不会的话打一个二 我想看一看大家对上一课的一个接受程度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一个负节点下面 比如说有三个紫节点 其中有个紫节点 它的数据发生变化了 如果一个紫节点发生变化 这个负节点会发出这个该的抽准 机制吗 会通知 会发出这个监充 这个报警吗 会的话打一个一 不会打一个二 嗯 按理来说是会是吧 感觉像会 但是呢 我们上次做实验了 不会 我们上次做实验了 我们上次做怎么做实验呢 是只有当这个紫节点出现和消失的时候 他这个负节点才会发出这个该的抽准这么一个报警 如果是紫节点发生数据变化的时候 这个该的抽准就没有发出来 这上次课 我们用一个实力也验证了这个事情 对数目变化才会 对 嗯 这上一刻有一个有一个案例啊 有一个那个最后有一个那个实践啊 如果大家忘了可以看一下视频啊 这个还是演示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你监控于某一个节点是否存在 是吧 是否存在 那这个要我再问一下大家啊 那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监控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哎 突然被我删除了 那监控这个节点它消失了 会马上发出一个 这个Exist的这么一个监控 或者这么一个报警 是吧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监控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之前是不存在的 啊 但是这个监控已经建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操作一个事情 怎么操作呢 是我手动去创建这么创建这么个节点 创建这么个节点 就是他创他监控这个节点 它之间不存在 但是我先手动创建了 那这个时候他会发出这个监控机制吗 会的话打一个一 不会打一个二 嗯 其他人呢 嗯 这个我们上次课也做实验了 是吧 答案是会的是吧 我们上去做实验 就是我们在监控 当时那个名字叫什么 那个名字叫 嗯 叫什么来着 叫test2吧 好像是 不记得了 test2 然后呢 我监控的是这个节点并不存在 但是我create一个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哎 他就自动发出了这么一个机制 嗯 行 那这个风险就不说了吧 这个风险 然后数据访问呢 他这些啊 全员控制 全员控制的话呢 那大家看这个就可以了 他全员控制呢 有几种模式 主要的呢 有五种 第一个呢 是word 是吧 对所有人and one 比如说我要对所有人 对我这个节点是有独权限的 那怎么设呢 是吧 怎么设呢 那就是分三 你就可以参考这个 这个模式分成三 应该是三个部分吧 是吧 一个是机制 第二个是他的一些 参数吧 最后一个是权限 那这时候你要是设置对所有人 对我的节点都有独权限怎么设呢 那这第一个是什么 改成word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写id1 然后第三个呢 写read 是吧 然后常用的话呢 就这个 digest 就是通过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去 去访问 然后或者主域 通过这个域 域名的方式 ip呢 也是通过一个ip 啊 一ip 例子去来识别你的用户的一个权限 那这一个例子啊 这就不说了 上次课没说 没说了 那这几个啊 api的一个接口或者是这个函数啊 那个在实践的中呢 大部分呢 也给大家练了 是吧 大家回去看看看一下那个代码怎么实现的 应该也比较清楚 那回头来 我们看一下上一课的一些内容 上一课的主要是讲了什么应用场景 那这个配置分发的这个呢 也不说了 是吧 很简单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考虑到当 我当当这个这个我这个配置分间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我不可能每台机器我都去轮循一遍 是吧 这样会很耗时间 然后呢 我也不可能 那最好也不要通过什么 通过另外一个机器 然后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 然后每一个机器都把这个文件分发一遍 机器少是可以的 比如说几百台机器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机器越多的时候呢 那这个东西分发起来 也会有一些什么单点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IO方面呢 但如果你是分发一个配置文件的话 这个IO其实还好 因为你这并毕竟是串新的方式啊 串新的方式 但是也可以并行的 比如说你在本地呢 你在某一个分发节点上 你开启什么多个县程 然后每个县程呢 会建立一个什么服务 是吧 比如说一个什么htt的一个服务 然后远程server呢 相当于就掉你的htt的一个接口 去wguide把这个配置文件直接guide的本地 啊 这样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 那这样的话就看你的这个一个文件大小 另外一个看你的这个并发数 啊 就是看能不能瞬间支持啊 那么大的一个并发请求量 啊 用组caper呢 也可以啊 就看什么样的规模了 这个组caper相当于是一个啊 因为它是个集群嘛 所以它分发节点的时候呢 并不会有出现这种单点的问题 如果要是这个节点 你觉得这个IO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组caper这个集群规模再放大一下啊 也可以 当然这个配置文件要求啊 不要那么特别大啊 一般来说几百兆以内都可以 其实够用了 一般的配置文件也不会太特别大 那接规管理呢 接规管理主要是用到了一个什么啊 刚才说了 配置管理刚才说了这个节点是要设置一个什么呢 设置一个永久性的节点就够了 是吧 那接规管理这个节点的形成什么呢 要设它的一个是 临时节点类型 为什么呢 只要是你监控某一个server到底是不是健康状态 那就需要一个临时节点 这个也比较简单 是吧 这个就不说了 应该大家要比较清楚了哈 这个选主 选主的话就需要一个临时加顺序 然后呢 按照它的注册的先后顺序 在某一个目录集合 然后看这个目录下面 哪个哪个标签数字最小 排到前面 谁就是什么 谁就是主 是吧 那这个呢 跟锁其实一样的是吧 那谁获得锁呢 谁获得锁呢 就是谁哪个数字越小 谁就获得锁 其实共享锁和这个选主策略啊 很类似 然后还有队列的事情 也就是头目队列 也可以是先路先出队列 同步队列呢 是相当于把所有的成员都聚齐 那怎么能够达到聚齐的这个效果呢 是首先你要知道 首先要知道 你多少个啊 就是聚齐的时候 应该有多少个slaver能够处于那种就许状态 然后你才能去监控这个数字 是吧 就是k钱你应该知道 预期应该有多少个 啊 队列 就是同步队列大概有多少个 有个有个节点 是吧 比如十个节点 当第九个节点 有九个节点的时候 少一个 哎 你下来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不能开始开工 是吧 当第十个节点出来之后 哎 现在十个节点 资源准分就绪 然后才能共同的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去做 是吧 这是头目队列 那先路先出队列呢 其实一样的是吧 像一个 谁先进 谁先出 谁先出也是 就是像一个生产者消费者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谁先 谁先进呢 他必然是 他拿到的圈局应该是最小的那个数字 是吧 啊 如果是按照顺序节点的话 那先出呢 就是肯定是拿最小的数字先出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fiio的每个队列 可以模拟这么一个过程做paper 这是一页流程图 那 那相当于呢 这里面呢 啊 组cable可以应用的很多的这集群就是 你可以看啊 虽然这几例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你可以他有共同特点 共同特点什么呢 就是他的组cable在任何不管解决哪种问题 他都处于一个什么 一个主控的这么一个状态 啊 他属于一个资源调度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安装组cable呢 也很简单 是吧 很简单 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上一课呢 还有运行这些例子 以及这代码 那现在呢 也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这个视频 是吧 看一下视频 行 然后呢 组cable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应该啊 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 然后今天呢 我们主要内容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内容 是吧 新的内容 这个新的内容叫hive 那之前呢 我们一直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统计一个啊 数据啊 我们可以通过permemory6次方式去统计 那我们之前学过很简单的一个统计数据的一个case 或者一个案例 是什么呢 就是word count 是吧 我统计这篇文章中每一个词 每一个单词出现的次数 那这是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统计问题 那这个东西 你去写mypermemory6次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写mypermemory6次 毕竟你要去开发代码 是吧 开发代码 但是呢 如果你在 比如说不是每个人都 怎么说 不是每个人都是开发工程师 比如说在大数据这个行业里面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去开发 myperuse 或者是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去写代码 是吧 不可能要所有人都录制录制的话 要求他们之前必须要写过渣网 必须要写过python 这是不可能的是吧 比如说对于那些搞产品的 他并不是研发工研发人员 那些做产品的 他们呢 是不开发代码的 但是他们也一般来说也不会从事这个 是吧 那他们怎么去做一个现场分析呢 那把这个任务 撇给真正研发工程师的话 那相当于这个 这个工 这个 其实很简单的工作 让别人 让研发工程师帮你去做的话 这个 这个总的来说 可能会花工程师的研发 rd 的一些时间之外 并且呢 这花这些时间 有没有必要呢 也也不太好说 是吧 比如说你 你 你这个 这个 你 比如说你这个产品产品经理 你想跑一个什么数据 好吧 你跑 把这数据任务呢 交给一个二一工程师 二一工程师呢 其实这个任务很简单 但是呢 他那个 不管你跑数据 又写mapper6子 然后又又跑跑 然后去发邮件告诉你 通知你 整个过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整个工作呢 会花费二一工程师很多的时间 是吧 其实这个工作并不特别复杂 但是呢 特别花花时间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我不需要用二一工程师 我既然不懂开发 但是呢 我可不可以有一种工具 让我这个产品经理能够 随时随地的 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就是我 我也可以像一工程师一样跑 去跑 卖本六子 但是我不开发卖本六子 是吧 可以 是吧 那害我呢 其实就是干这个事的 干这事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之前掌握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啊 其实呢 比如说学的这些map girls 是处理什么呢 处理这个 离线任务的 学的storm呢 是处理着实时任务的 是吧 然后呢 那 以及呢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个策略分辞等等 其实呢 你之前已经学到了其实很多的东西了 很多的技术方法了 但是你用这些技术方法呢 其实你完全可以实现一套比较大型的项目或者架构 是吧 并且将这个实现的这个项目呢 还能够服务到线上 没有问题 但是hive呢 为什么还要学一个新的hive呢 除了刚才说的那个产品产品工程师的需求之外 那对于我们rd来说 我们真正在做开发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需要接触一个新的内容呢 啊 就是开始这么说 如果你不学这个hive的话呢 或者你不接触hive的话呢 完全不会阻碍你去实现一个完整的项目 但是你会的hive呢 可以能够极大的帮助你提高实现啊 实现业务问题的解决业务问题的一个效率 这就好比某种工具的一个革命性的升级 是吧 那 那其实呢 有很多技术啊 其实就是一个窗户纸 是吧 感觉这个技术特别难 它就是一个窗户纸 那统破的话 其实就不回事 是吧 啊 就像我们之前那个离线跑 那个map produce 距离怎么实现 现在已经大家都掌握了 那map produce呢 总体来说呢 不是特别难 主要是看实现的逻辑 是吧 因为它这个框架已经把你搭好了 所以呢 你所有的精力只要去实现它的逻辑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不仅仅能够掌握啊 怎么去做大数据的开发了 然后并且呢 利用这种技术能够灵活的实现自己的功能 那这就只是进步 你可以想想 和你最和你比如说在你年前那种状态 和你年后目前的状态相比 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很很怎么说 也不说质的飞跃或者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一个提高吧 是吧 起码应该对自己有这么一个变化 有这么变化 那hive呢 相当于是一个 也是一个工具的一个或者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 是吧 那hive呢 可以解放大家写map produce的经历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像很多的阿里 阿里 阿里同学 他们呢 呃 很多的经历啊 就已经不太花在写map produce上面了 就是他能够把不用map produce写的写的任务 只要能够能够用其他方式实验 那我就不用自己写map produce 我只要能用hive去实验的 我就用hive 那实在实现不了的 我再用其他的方法 是吧 比如像阿里来说 当然百度现在也有这样 百度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个自己开发的一些平台 啊 类似统计平台 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利用的 但这里面大家不要进入一个误区啊 就并不说所有的任务 所有大数据开发的这个 这个项目或者是问题也好 都能够用hive去解决 那hive呢 说实话 hive呢 是可以完全可以替代map produce的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适合用hive去带给map produce去去做啊 并不是所有事情 那通常呢 比如说对于这种数据分析啊 统计啊 就适合用这种circle语言的方式 哎 你就可以把这个任务完全用hive的方式帮你去 去去可以说托管也好 或者是帮你去解放你的那个那个写map produce的机密 那其他的像一些很复杂的一些逻辑 比如说包括这个算法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之前我们学的那个通行算法 你觉得适合用hive呢 那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用了 是吧 不太适合用了 但什么时候适合用呢 就是在你在去跑真正算法之前的那些数据准备 哎 你可以用hive去进行 是吧 你比如说你可以从某一个log里面 log文件里面去取我想要的数据 我想要哪个字段 是吧 把那个字段取出来 并且呢 因为这个log里面有很多的噪音 是吧 那有噪音的话肯定有限量的标记位 或者是有某个字段 它包含某一个特征码或怎么样的是吧 你可以通过这种条件判断的方式呢 还做一个什么日日的清洗 这个时候在给你准备数据这个过程是可以用hive的是吧 一般都可以用hive的 但真正去做算法 跑算法 跑策略的时候呢 这个只能去依赖于其他的工具了 是吧 或者自己写卖或者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马浩特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spark了 或者是 其他一些机器学习平台 是吧 就相当于是不同的平台不同工具能够互相搭配 然后共同协作完成某一个项目的 这样的方式 啊 刚才说有点多啊 那我们现在往下继续继续进行啊 那今天内容呢 整个hive的话呢 那包含了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那整个hive这块 其实内容也 怎么说呢 也比较多啊 比较多 一天的话 一次课 一课试肯定学不完 所以呢 我们计划是用两次课试来学 那今天呢 主要是围绕 基础这一部分进去学习 但是基础这块看看吧 看看今天能不能都学完吧 这个也得看看我们 我们的一个进度啊 我这边准备内容 不一定今天都能 这个基础部分 不一定能今天都能够讲完 我们 呃 保持一个节奏 然后只要大家能虚费就可以啊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引路原因 刚才其实说了很多了 是吧 引路原因 那那为什么要引路hive呢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 但是呢 刚才说的只是我们在工作这个这个 工作的时候这么一个角度 但是呢 你可以从技术角度再去看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对于存储在什么HGFS文件或者是HPS的表进行查询的时候 啊 是要手工写一堆Mapreduce代码 是吧 那对于一些很简单的统计任务呢 只能由Mapreduce程序员才能搞定 那这个时候后消耗精力 消耗时间 是吧 啊 然后把那个更多的精力呢 没有放在啊 应该更解决更重要或者更尖端的理问题上面去 所以很浪费 其实很浪费 效率不高的是吧 那这个时候的hive呢 哎 他又是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是一个分析层 是一个分析层 就是把你的请求啊 把你的请求 会通过这个分析层 哎 转化成一个sircle语句 然后呢 这个sircle语句呢 就能够描述你 都能够呃 完全能够描述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sircle语句呢 就直接对HGFS的数据进行查询 统计和分析 是这样的吧 哦 对了 上次课啊 上次课最后的时候给大家啊 也不算是作戒吧 就是让大家提前去预习一下这个sircle 起码你要知道这个sircle是干嘛的 这个大家对这个sircle都了解吗 都了解吗 了解打一个1 如果是之前一点没有任何经验的话 你打一个2 看大家都有经验是吧 那就好了 有这个基础 那接入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嗯 那我们继续 然后那个hive呢 就是一个sircle的一个解析的引擎 它就是个解析引擎 那它呢 就是功能呢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转译啊 就是翻译 就把你的这个请求啊 因为你的请求就是个sircle 是吧 把你这个sircle语句怎么和你的具体的map6s之间进行转译 然后呢 在map在hadoop平台上去跑 因为我们之前知道这个map6s这个任务啊 是可以直接在这个hadoop平台上去运行的是吧 运行的 那我们现在不写map6s怎么通过一个sircle语句 直接 直接啊 翻译成一个map6s在这上面去跑 然后去达到我们啊 数据 数据什么筛选的或者数据外掘的一些 一些一些需求 这是一个 它是个解析引擎 另外呢 hive里面呢 很多人把这个hive 理解成这个数据库 是吧 跟之前的关系数据库相对比 比如说和 买sircle啊 oracle啊 什么sircle server啊 等等很多数据库 很像 另外呢 那些数据库呢 也都是通过sircle语句去操作的 是吧 所以呢 之前有过数据库经验的同学呢 在去学hive的时候呢 哎 也是很容易的 那既然涉及到数据库呢 这数据库里面肯定存在一个什么数据表 是吧 这个表 但是那个hive里面这个表啊 它只是一个纯的逻辑表 它是个逻辑表 它只是有这个表的定义 是吧 也就是这个表的原数据 什么原数据 就是关于这个表的描述 是吧 比如这个表 它有几个字段 然后每个字段 哎 都是什么类型 啊 就这么一个表的描述 但是呢 这个表啊 它不存任何数据 它的数据呢 是存哪呢 它的数据呢 是存在hadoop上 hadoop上 所以呢 这就达到了一个什么 这个原数据和这个数据存储相分离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像之前 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说mysco 你创建这个表 它这个表呢 不仅仅是一个有这个自身的描述 但是呢 你去存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 确确实实是存在这个表里面的 这是跟传统的关系数据库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害物 那这个说过了 它本身不存储数据 是吧 它的数据都存哪呢 都存hdfs上 然后呢 它不仅不存储数据 那它的计算任务呢 它自己也没有什么计算任务 它的计算任务呢 哎 就是mapreviews 所以相当于这个hive啊 就是个空壳 你可以认为就是个空壳 另外呢 hive里面的内容啊 读多写少 这个可以理解吧 像我们之前写那个说那个hgifs hgifs的数据呢 适合什么呢 适合多读少写这么一个场景 是吧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hive的内容呢 也适合这样 多读少写 然后呢 不支持数据的改写和删除 因为什么呢 因为hdfs的每一个block 每一个数据 呃 单元 它是不支持数据改写和删除的 那如果你要是涉及到了改写怎么改写呢 相当于是把之前的那个数据块给它打一个标记 说删除了 删除呢 哎 我再创建一个数据只能是这样啊 呃 什么个意思就是他这个格式啊 呃 就是呃 他有一些分割服 你的数据分割服就是你每个字段之间呢 是有这个分割服的 比如说列与列之间 你可以通过分割进行指令 行与行之间呢 也可以去指令 你指令好了之后呢 然后你把数据直接灌给hive hive自然的会根据这些 你之前配的这些符号呢 去解析你的原数据 解析你的原数据 然后呢 左面这个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你用java语言去写一个map164 你看啊 你用这么多代码去写一个map164 那如果用hive呢 哎 就写这么几行字 就写这么一个sq语句 哎 同样实现了一个 word count是吧 这是一个word 每一个词 哎 他出现多少次 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 这个大大解放了这个一些啊 开发人员的一个时间是吧 就不再像之前啊 你要写你要实现那个某一个 某一个策略 你要写很多很多的代码 现在你只要写一个select 就可以了 就是一切搞定 所以呢 他非常省时间 那这一块呢 因为大家都用sql是吧 都用sql 那hive里面的sql呢 和传统的sql呢 并不一样 并不一样 就是一些细节的一些啊 细节的一些语法 hive呢 是一般是不支持的 所以像一般我们常见的些啊 比如说select了 或者是一些插路啊 或者是两个表情状啊 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都是啊 通用的 那我看一下这个 如果说我们hive里面sql 叫做什么 叫做hol是吧 那标准呢 叫做sol 那么看一下 hive里面和传统是有什么区别的 那hive里面的数据是存在 hgfs里面hgbase hgbase 那传统呢 是一般都存在着本地文件系统里面 是吧 那数据格式呢 啊 hive里面是用户自定义的 就是这个格式啊 我可以用什么 我可以用 质表符分割 我也可以用cntl a分割 我可以用cntl b分割 都可以 只要是你能够把这个分割符 能够表达出来就可以 但是呢 sircle里面的这个每天 每个字段之间怎么分割的话 你是不需要 你是不需要干涉的是吧 不用干涉 他每个字段之间 他系统就决定了啊 哪个数据 该存到哪个位置 是这样的 更新 更新就意味着数据的修改 那 sircle里是支持的 hive呢 是不支持的 不支持为什么呢 说过了是吧 他是依赖于hgfs的 所以 所以的话呢 啊 目前是都有 目前都有 然后执行这一块 那hive呢 主要是依赖于他的 什么map release 是吧 那sircle里面有个叫什么executor 这个这某个东西 然后执行延迟呢 一个是高一个是低 什么意思 耗时 那既然是map release 你就不要对他那个时间 时效性要求特别高了 是吧 那一旦执行的map release 他肯定是花时间的 所以他的执行延迟呢 是高的 那对于啊 比如说操作一个metsucle 或者oracle 那他呢 执行呢 是要快一些的是吧 可扩展 可扩展 这两些hive里面是有一些什么 用户自定义函数 用户自定义函数 那是这是什么 这是用户自定义函数 然后这个是用户自定义的聚合函数 什么叫聚合函数 相当于是一个啊 gloof by gloof by 就是通过同一个次段 然后把它聚合到一块 这么一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啊 这是一个解决啊 我看看啊 啊 这是一个 叫什么了 我不记得这个 这个 就再说吧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案例啊 我们案例 我们的案例呢 会对这个ubf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看自己想定一个ubf函数是怎么操作的 嗯 数据规模呢 那肯定是害不大了是吧 他的处理专门处理这个大数据量呢 但是这个传统的呢 传统这个不太适合做他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因为这个像这个买色口 他要存 比如说上一条 上一条上十一条之后呢 基本上就已经 啊 承载不了那么大的数据量了 就这个样子 因为有时候买色口 又是有时候你用那个穿的数据库啊 很很多呢 都是依赖于啊 在某一个资端上建索引的方式是吧 当你这个记录越多的时候 你这个索引毕竟是占空间呢 你记录越多你的索引会 会 会 会占用很多很多的空间 会占用很多很多空间 所以呢这也是制约了 传统在数据规模上的一个 一个地方 啊 一行输出多行是吧 一行输出多行 刚才这个地方 刚才你说这一行输出多行啊 想起来一个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slack在吗 大家能看懂啊 可能没有给大家看是吧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 这个函数呢 就是一行输出多行的这么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 哎 这个 这个呢 是我的文章 是我输入的文章 我从这个文章里面呢 去读数据 然后呢 每读一行数据呢 叫做一个什么 santoms一句话是吧 一句话 然后呢每一句话呢 每个每一句话里面 每一个单词之间是通过空格分隔的 通过空格分隔的 所以呢 你通过这splay的这个函数呢 相当于你就得到了很多的什么 一个数组是吧 现在我们之间学pathon的时候 我们现在对一句话 哎 对这个空格进行分割 分割出很多单词的数组对吧 数组 这时候你看啊 这时候你看啊 我这个文章的每一句话 哎 是输入 我输入了一个句子 但是呢 他输出的是一个数组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呢 哎就把它扁平了 相当于一行呢 输出多个行 那之前输出输入一行什么呢 是个句子 现在输出多少是什么呢 是单词是吧 单词 然后每个单词呢 我打个 可以认为是一个标号 就是对外面呢 这个word呢 至于是访问这个word 相当于是 他分完词之后的每一个字段呢 啊 这个字段名称叫做word 然后呢 在外面这个slat 外面的slat 是对这个word进行聚合是吧 聚合 聚合完之后呢 对也可以认为别名 就是字段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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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定义吧 然后呢 如果对这个word进行 Grooveby的时候 做聚合的时候呢 哎他自然可以通过一个 抗的新的方式 把这个word呢 出现多少次 自然统计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每一个单词 得到的这个单词 在这个文章中出现的个数 啊 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一行输入 多行输出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这个sicle语句 大家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看懂打一个一 有问题打一个二 能看懂是吧 嗯 所以啊你看 你把一个问题能够抽象成这个sicle语句的方式 你会发现 啊 这个这个工作量突然少了很多是吧 嗯 嗯 行 继续 数据检查 嗯 hive里面呢 是读识模式 那 这是hive 然后这里面呢 传统的是写识模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写识模式吧 呃 写识模式呢 是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提升了你的查询的性能 为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数据啊 还没进到数据库之前 就还没完全的那个路库的时候呢 他要对你的数据的字段呢 每一个字段进行检查 进行检查 然后呢 并且建立一些一个解析 或者建立一些索引 然后进行压缩 然后再存到你的数据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相当于他存到这个库里面时候呢 他相当于是每一个数据呢 都是按照你之前经历的格式 已经 哎 给他给他给他存好了数据了 你slide的时候呢 直接读就好了是吧 读就好了 读式模式呢就不一样了 读式模式相反了 就是 你在路库的时候 他是不检查你的 不检 他是不做检查的 不做检查的 但是只有你读的时候呢 他才会去检查你的字段的有效性 那为什么 Hive里面用读式模式 而不是写式模式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用读式模式这个时候呢 你数据加载会快 就是加载会非常快 你想啊 你数据加载的时候 你又不做数据检查 是不是数据一股脑就进来了 但是你的传统的时候呢 你是在数据进来的时候呢 哎 要做数据检查的 要做一些什么数据的一些 索引经理等等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他写数据很慢 但是读数据呢 还比较快 但这个时候呢 是写的时候非常快 但读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慢一些 就这么个这么个差别 所以他的优势是在于 你加载数据的时候 是非常迅速 这个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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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相当于是个总结性的吧 就是hive呢 和这个关系数据库呢 不同 hive呢 主要是这个 他都不是来 DFS这个出货了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比较好理解了 然后一个计算模型 是一个map6 还有一个是自己设计计算模型 然后呢 关系数据库呢 是实时的查询业务而设计的 hive呢 是为了海量数据经营数据挖掘计的 实时性比较差 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读实模式 这是个写实模式 那并且呢 hive呢 很容易扩展自己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 为什么呢 这是依赖于他的hadoop平台 是吧 hadoop平台 而关系数据库的这方面比较差 比较好理解 那这个呢 是一个hive的一个体系架构 一个体系架构 它主要包含两层 上面这一层呢 就是hive层是吧 下面这一层呢 是hadoop层 它包含两层 那为什么包含两层呢 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是吧 我首先我请求 我的我的请求啊 是从上面传下来的是吧 通过内部的把我的传的这个请求啊 进行一些解析 解析成什么呢 成map release 然后呢 map release直接掉 我的什么job tracker 以及商量的name nodes 是吧 进行跑了 相当于这个整个hive呢 输入是我的circle 输出呢 是map release的一些一些啊 map release的一些任务 所以呢 我们重点呢 就关注在上面这部分 那cli是什么呢 cli就是hive提供的一些什么 客户端工具是吧 客户端工具 然后呢 进行实时的交互式 进行circle 什么进行交互 什么意思呢 这客户端工具很简单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是那个clant clant就是这个东西 像我这个这个里面已经装好了 一个hive啊 像怎么安装 这个后面再说 现在大家先看我的演示啊 我输入hive 直接回车 哎 有点慢啊 哎 这么慢 哎 进来了 这么慢呢 好 进来了 嗯 嗯 这个东西什么呢 这就是客户端 比如说我要 随便写一个语句啊 受 惯了 我写错了是吧 好 好 随便写几个语句是吧 啊 然后slack 他新 让 那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是我正在那个 用hive提供好的这个clant上进行操作 是吧 进行操作 相比来说 这个mysircle 哎 mysircle回去大家都按照我上次那个图安装了吗 安装好 打一个1 有问题了吧 打一个2 都安装了吗 你看啊 这mysircle 他也提供了一个客户端 那这是hive的客户端 这是mysircle的客户端 mysircle里面我去输入一些个命令的时候呢 哎 他是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吧 这样的命令 嗯 然后呢 我去 一样的 这东西就是一个客户端 就指着这一部分 指着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相当于你 我刚才不输了一些个sircle语句吗 sircle语句 sircle语句直接传给了driver 直接把这个sircle传给driver了 明白了吧 啊 再看这个 这个bc 这个bc和bc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驱动啊 就是一个什么apa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去操作你的hive的时候 这个hive呢 不仅仅提供了client的方式 让你直接去交互式的操作之外 你还可以写代码 写一个java代码 或者写一个python代码 去直接对我的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但是这个数据库操作呢 是往往通过API的方式 通API的方式 是怎么能够把你的这个命令传给我的呢 通过一个sircle的一个server是吧 sircle的server 相当于就是你客户端发出请求 这一端是客户端 然后呢 要连接到服务端 服务端是个sircle的server 然后用这个server接受请求之后呢 还再把你的请求转给driver 是中间通过这么一个过渡 跟你直接提供client是不一样 client直接给到driver上 但是还有些其他的工具啊 就不说了 呃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库叫做什么 mind store mind store 语言数据是吧 它是个什么呢 它是个独立关系型数据库 通常用mysircle 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吧 那我们也用mysircle 然后hack会在这里面 会保存一些表模式或其他 呃 系统的元数据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举个这个例子啊 我举这个例子 这是个表 看啊 我这个表里面有三个字段 一个是userid age和它的性别是吧 然后呢 每一个字段它有个类型是吧 类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表的描述对吧 那相当于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表的原数据 所以呢 这个mind store呢 是你数据的数据 理解了吧 就是你真实的数据是这一坨东西 但是呢 你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个数据 只不是这个数据比较特殊 这个数据是描述你真实数据的一个结构的 就是你数据的数据 理解了吧 这个意思 这是原数据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是吧 原数据 我们的hive原数据存哪了呢 存到了my circle里面 你看啊 show data base 有一个hive表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hive一启动 它自然会在这个my circle里面 会存一个hive原数据表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有什么表 这这些都是原数据 都是原数据 比如这里面有 看那个卫生号吧 当前呢 这是什么呢 版本 我的hive版本是0.3 0.13.0 是吧 我的hive版本是什么 哎 怎么看版本 算了 算了 就说明呢 这是来描述我hive的版本了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 还有什么信息 比如说数据库的一些参数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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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一群数据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是什么呢 驱动 驱动是干嘛呢 驱动是 你你不管是通过hive的方式 还是通过jbc的玩 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你不都是请求吗 但这些请求呢 都类似于一个circle 是吧 都是circle 然后driver的下面是连接你的hadoop 就是相当于它是个桥梁 它是桥梁 它是桥梁是把circle 翻译成map6的过程 就是这个driver这个模块要做的事情 明白了吧 然后所以呢 整个的系统架构呢 包含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数据存储部分 那数据存储呢 主要是对于hadoop来说 就是你真正要面对 要去挖掘的大数据的对象是什么 这是数据存储 主要是hdfs上 与就是转换呢 是说的是driver这一块 用户接口呢 是代表这上面这一部分 是通过hado自身提供的client 还是通过一些 你是什么一些语言的API 或者是一些web的方式的一些用户 有一些用户很友好的一些页面 然后通过一些 通过写circle语件的方式去提交任务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只不过是每种方式呢 你交互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已 这是用户接口 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然后再往下看啊 然后这个呢 相当于是把那个系统架构又更细的 更细的给它展现出来了 大概理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UI啊 是我的用户接口 是吧 我用户接口呢 我首先提交了一个任务 提交了一个任务之后呢 然后那个driver呢 进行接收你的查询 是吧 接收查询 然后那个查询呢 进一步的去通过编译模块 编译模块去对你这个查询呢 进行一些个语法分析 生成一些计划 比如说你提交这个色口 这个色口呢 哎给你计划 是分几个阶段来完成 然后每个阶段可以分配不同的 行吗 啊 就是需要哪些数据来支撑 就是比如说 你一个要 这里面有两个slag的语句 或者一个slag的里面包含了 要读两张表是吧 啊 两张表 然后这个这个表是 表的数据源是哪来 这个表的数据啊 是来自于MetStore 是吧 他会告诉你 这个表应该去哪里取 就相当于是个原数据的一个提供 是吧 他这里面去改的一些MetData 然后呢有了这些原数据的提供之后呢 他会告诉这个表存在哪里 并且这个啊 这个表里面这个元素数据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由着执行引擎去 进行和他的进行交互 这时候MetStore拿过来之后 这里面是执行引擎 执行引擎会对你刚才提交的这些任务啊 这些任务进行 进行 怎么说呢 进行翻译成更具体的一些 一系列的计划 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提交了一个sircle语句 可能这个sircle语句呢 转成了一个map6 或者转成了两个 或者转成三个 但具体几个呢 就看你的这个sircle要执行的这个任务的复杂性 是吧 有可能我一个map6是搞不定的 我我只能用多个map6去去串联 然后或者是去变成怎么样 反正他之后变成一个什么有向无关图的方式 来完成你这个任务 是吧 来完成你这个任务 然后呢要规定哪个是任务先执行 哪个任务后执行是吧 他最后是一个有向无关图 然后最后呢把这个任务呢 进行提交给了那个hadoop hadoop进行什么 进行跑map6 这是跟我们之前学map6 跑任务其实一样的吧 一样的 然后呢最后 这个计划引擎和你这个name node 就是你这个hadoop的这个主 进行啊建立关系 来监控 我这个任务当前执行的一些情况 是吧 那这就是一个hive的一个 相当于是把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又更多的一些展开 其实呢这两图呢差不多 这两图差不多 行这样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大概讲了有一个小时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20点30分 再继续下面的内容好吧 20点30分 再继续其他的内容 好让大家那个休息一下 然后去洗手间的话去一下 然后呃 趁上懒腰啊怎么样遮水啊 好吧 这是一件事 正好 周图的udsman 雨下的矿 扒在我的窗 也擦碎了天空中的夢想 不斷想像未來的模樣 這一步和下一步那麼長 我想我還是把夢關了吧 我想我不是真的害怕傷 過去的紙和牙也荷花 讓暴雨吸氣退不散的憂傷 多想聽聽雨後的海浪 我想看看溫暖的下光 可是我瘋了累了 倦了重了命運帶走陽光 卻給我天堂 我是吧張開 哇哇哇哇 哇哇哇 風吹得下 追不走彷徨 也追不去最原始的嚮往 不停掌望未來的模樣 除了向前沒有其他方向 我想我還會笑看這世界 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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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帶來的一切 心痛禁忌一句不妥協 讓我溫暖 讓火溫暖 凝固的熱水 我能看到溫暖 我能看到溫暖的下光 我能看到溫暖的下光 就這樣跑啊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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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要用多少时间记住你的脸 每个重复画面是你给我的甜 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 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 没有你的时间我失去了一切 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 爱你穿越紧张的谎言 一直到每个世纪某种点 一分之爱一句誓言 一直到想念心悦之间 时间已不冬结需要你来接 想念是每一年第五个季节 每日每夜我守着你平线 相信下个日出我们已回到从前 爱你穿越今天的光点 一直到每个世纪某种点 一分之爱一句誓言 我会想着你在每一天 爱你不冬结 泪为你追了一千遍 泪为你追了一千遍 我爱你却离你更远 爱你穿越几千个光点 不管还有一万个光点 一直到每个世纪某种点 一分之爱一分永远 一直到宇宇宙毁灭之前 我转眼穿越几千个光点 一分之爱一分永远 我们会相见在每一天 直到你能回到我身边 好爱你 那我看你不需要 你真是不需要 你不需要 她的远色 你不需要 我可能是会 不就把点 她的远色 让我再看你一遍 从南到北 像是北五幻路 蒙住的双眼 请你再讲一遍 关于那天 抱着盒子的姑娘 和擦汗的男人 我知道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失眠为其难 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 随青春一笑了知 让我困在城市里 纪念你 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 一直往南方开 不会太久 让我再听一遍 最美的那一句 你回家了 我在等你呢 我再听一遍 再开灯 你要可以 尝尝 游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失眠了一起难 我知道 吹过的牛逼也会随 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青春一笑 那些夏天 就像你一样回不来 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 我知道 这个世界 每天都有太多遗憾 所以你好 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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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样的 在城市里 很高的 城市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么难忘 是你纯真的模样 突然的弯 弥漫着恰恰 多么向往 梦想总是在塌方 你说的我不管多漫长 你就是太阳 蒸发了彷徨 所以啊 太久让种下血黄 离开了故乡 看着你的夜光 红着泪 闪着光 我会更快回来 解释我们未完的停堂 看着你的脸庞 回想着要我去唱 你的奔望是我握在手中 小小的太阳 你就是太阳 照亮 大家回来了吗 我们继续啊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说了 那个Hive呢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 HGFS上面数据 或者是HBase上面数据的一个 一个什么数据 数据表的一个表达 是吧 表表达 现在是一个空壳 然后呢 但是这个数据 其实它不是存在Hive 它是存在HGFS上 那如果存在HGFS上的话 那么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吧 那我们现在直接 这个表里面是 包含了三个部分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表 先看一个直观的认识 这个数据如果真正在这个 Hive里面它是怎么样存的 在user 看是哪个部落 不在这个部落 还是不是部落 又在下有个Hive 然后Hive下面有一个叫 Warehouse 更大一点啊 好 如果你这个数据 如果你这个Hive安装的时候 你就是对这个这个存储的路径 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的话呢 那默认的 你存数据的 任何的你的数据表的存储的位置呢 都是在这块 都是在这个user Hive下的Warehouse 这个目录下面 是吧 这个路径是不变的 唯一开始变的是在这个Warehouse下面 这些呢 是什么呢 是表 表的名字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Hive进 进到这个客户端 进到客户端 这样了 然后我们show show tables 看看这个Hive的default表上面大概有多少个 表格是吧 这里面也有三个 有三个 那这里面呢 是有六个 但是有三个呢 其实别我删了 这个先不用关系 先看 只要是这个 这里面显示的这个表名 肯定会在这个目录下面有对应的 目录是吧 对应的目录 我们举个例子 看这个W 消费线A 我们slag它一下 看里面有什么数据是吧 slag的新from 这个 这里面的数据是整个这个样的 那我们看这个 它下面有一个A.test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文件的是我本体上传的 然后本体的文件名是叫这个 但是你不用关心这个名字 你只要关心这个 这个是表明 表明 然后把这个文件打开一下看看 是吧 这里面有8行3D 这里面也有8行3K 是吧 是吧 这里面的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这里面这个W-A这个表存的数据啊 就是在 就是这个数据 因为我这slag的更新 slag的新 所以呢要求把你的数据呢 全部拿出来 那这里面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表哪些个结构 我这时候 我这时候 slag 他 UserID 或是slag 他两个啊 一个是UserID 一个是他的性别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这个时候他开始掉了一个MapReduce了是吧 看到他是掉了一个MapReduce任务了 是吧 MapReduce 是吧 最后出了一个什么两页数据 原来是三页数据 然后只是slag的两页 但是看啊 我为什么一个slag的新 它结果马上出来 但是我slag的某一个字段的话 它需要跑一MapReduce呢 为什么呢 哎 你想啊 如果slag更新的时候 其实我不需要跑任何MapReduce 我只要把我这个文件直接开的出来就可以了 是吧 就当你的内容我是不关心的 我只要把你的文件开的时候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跑MapReduce 但是我需要里面具体某个字段的时候呢 就得需要MapReduce做什么 要对字段进行过滤了 对吧 有这里面有三个列 我只输出两个列 这个代码怎么开发 怎么写MapReduce大家应该很只很了解了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写MapReduce的一个 顾虑过程是吧 嗯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 那这里面的数据是怎么管理的呢 那这里面的举个例子 我举的只是一个table的这么一个例子 我只是这个表表的这么例子 然后这个表下面直接存它的原始数据了 这个表下面直接存这个原始数据了 但是呢 你可以在这个表的下面再做进一步的细分 细分成Partition 然后Partition下面再细分成Bucket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一般来说呢 你这个表里面 比如说啊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这个表里面有一个字段叫做时间 时间啊 叫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呢 啊 比如说叫做对吧 对 你每天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数据 往这标本去塞数据对吧 塞数据 嗯 如果你要是把所有的数据都塞到一张表上去的话呢 没关系是吧 但这个时候你读的时候会有问题 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比如说我想只对某一天的数据去slack他 比如说我这个啊 我这个hive已经跑了一个月了 但是我只想跑 某一天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跑 其实很容易是吧 就是你slack的星或者slack什么字段 from从哪个表 然后再where 然后要让这个day等于这个时间是吧 像是加一个条件 然后你回车啊 他相当于是对这个字段进行过滤了是吧 这相当选拔会 就大家也很容易去写出来 很容易 但是呢 如果用partition的话 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把你的所有的记录啊 按时间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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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说就到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这一个目录是一个表 然后这个表下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文件 就现在这个下面我只有一个文件 如果要是按时间分统的话呢 我这个每一个文件都是按照这个时间 作为它的文件名啊 按照时间的文件名 然后每一个时间文件名这个数据里面 只存这一天当天指令时间这一天的数据 如果你要是想指令某一天或者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呢 那你只需要定位到某一个具体的文件上就可以了是吧 相当于你很多其他头你是没有必要再去访问了 那这就是partition明白了吗 就是说你不需要把所有的数据都倒一遍 你只需要定位到某一个具体的时间 那个桶哎把那个桶那个数据直接slide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桶距离怎么分 这个时间是要求你提前分好的 这就是partition明白了吧 这大家有理解这个意思吗 有理解打一个一 然后如果有问题打一个二 有没有理解这个partition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含义 有理解这个partition是什么样的作用 对按时间分割文件 对就这个意思 如果不分割的时候 我没有partition的时候 相当于我把所有的时间的数据全都放到同一个文件里面去 但是我有partition的话 我就是每一个文件会 呃标识按时间每一天 这是一号的数据二号数据三号数据 四号数据 那如果我想指slide的时候 slide的时候呢 我这slide的三号这个数据呢 我这些认为到三号的那个数据就可以了 一二四五这些我都不需要关心是吧 啊 这时候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嗯 你同样是slide形成from 如果你按照传统的方式 slide形成from 后面加一个wire加判断 这需要跑mapreduce了是吧 对 用mapreduce编辑所有记录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partition的话呢 效果就会跟刚才这样 效果跟刚才这样一样 你slide形成后面加个时间 你一挥车 他不需要minewireduce 只需要把这个 具体这一桶的数据 直接给你展现出来 就很快是吧 很快 这样的很大大的提高你的 检索效率 明白了吧 这大家理解了吗 嗯 就是partition相对是个优化啊 这个我们后续的案例里面也会有这个案例啊 啊 不过这个先大家先先知道这个都什么叫partition 在这里面大家理解这个partition什么含义了吗 你可以认为这个分区分区 这个分区呢 我这里面举个例子是按照什么 时间分区 你可以按什么分区 比如说按照根据你的这个 你的手机品牌 按照你的流量 比如说你是PC端的呀 还是无线端的呀 是吧 还有比如说按照行业 按照你这个用户的是属于金融行业的呀 还是属于 呃属于属于什么车辆行业的 是属于什么 啊 保险行业等等 按照按行业分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 呃 注意的地方 这个partition 只适合那些细力度的啊 粗力度的分头 不适合细力度的 明白了吧 如果你细力度的 把这个时间细力度的 到了一个一个分时间 或者是秒时间上 你会发现 你这个下面的文件啊 你这下面的文件会超多 是吧 你这个文件一多的话 势必会给你这个HDFS 进行会造成困难 明白了吧 不是查询慢啊 不是查询慢 如果你按照秒去查询的时候呢 啊 但是查询慢是一回事 如果你按秒去分partition的话 你下面 你会注意你这个表下面 这个文件会非常非常多 文件很多 文件多的话 你每一个文件都会在什么 name node上 会记录一个 一个会有一个应设关系吗 你name node的那个内存 不是也也承担的一定的容量吗 如果你文件又多的话呢 你name node的这个瓶颈也会上来的 明白了吧 所以呢这个partition呢 适合那些粗粒度的分通 比如说你按照这个时间 时间按照一般都是按照kn为单位 因为你每天一个日志吧 是吧 这一般大家统计日志的时候 也是以kn为单位去统计的 比如我今天收录多少 明天我收录多少 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这partition其实在真正用的时候 是很常用的 这大家理解了吗 partition有疑问吗 这很重要 用的很多 然后呢 这个partition 如果你还想再往下分的话 你可以分什么 分bucket了 分同 就什么意思呢 一个表里面 我可以分不同的partition 然后一个partition 我可以里面又分不同的bucket 那bucket是怎么分出来的呢 比如说我 我会对这个当前访问的user 进行哈希 我哈希成了32个桶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我每一个桶里面的数据 就是我一个user的所有的行为 肯定都会集中在某一个桶上 是吧 因为他按照partition 按照那些 相当我们minebrose里面 去按k做哈希 去做partition 分到这个桶里面去吗 理解这个意思吧 然后如果你是分成32个桶呢 相当于你这个 在这个partition的这个后面呢 会有32个part开头 这样的一个文件 明白了吧 所以呢 在hive这个表 在hadoop这个目录结构呢 就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没有这个partition 只有表的时候呢 哎 只有这个表明 如果你的表下面有partition呢 这个表明的目录下面 再接着一个partition 这是partition 但是partition 可以有一个或者可以有多个啊 都没关系 现在是做一个git卡耳机啊 做一个git卡耳机 这partition下面的话呢 如果你像在细分桶的话呢 你可以在细分上不同的桶 这是相应的一个层级关系 就是table我可以细分成多个partition 然后每个partition 然后每个partition 然后可以有细分出多个barget 理解了吧 在这块 但是我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我这个例子里面只是 只有这么一个表 然后呢 骇物有一个内部表和外部表 自己自己错了 内部表和外部表什么意思呢 它是对应这两个不同的创建表的方法 如果我创建内部表的时候 就是create table 如果我创建外部表的时候呢 就是create一个什么external table 两个不同的命令 但是创建表都可以创建表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创建了一个内部表 我把数据导入进来之后 比如之后我某一天 我说我想把这个表删掉 哎你就把你这个表直接 可以通过你的 你的终端 或者你的这个这个 通过命令行 照吧 table什么 叉叉叉叉叉叉叉 回车 是吧 回车 就把你的表删了 然后这时候呢 你再去 比如说我这里面删一个吧 我这里有哪些表呢 我就把这个表删了吧 删了 我再看table的时候 哎 发现我是w-a这表没有了 没有了 如果是内部表这个表 如果如果这个w-a这个表啊 是通过这种方式创建的话 你通过这个照报这种命令删掉的话 相当于是在你hive里面 你会把这个w-a这个原数据给删掉了 同时还要把这个原数据背后的那些表里面真正的数据也一同删掉 明白这意思吧 如果你创建一个外部表 你删掉了一个 你在这个通过这个sircle的方式去删掉了一个表 好你删掉了 原数据没有了 但是你的数据依然存在 那你看啊 我刚才job了一个文件啊 job了一个文件 对可以认为是个师徒 嗯 好像也不太一样 好像也不太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他也不太他也不是试图 试图是什么呢 试图是 比如说你这个表里面有十个字段 然后呢我只抽五个字段 我再形成形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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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的方式 然后去供外界去请求嘛 其实你的数据最终还是落在了你原始这个表上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表呢 如果是创建一个内部表的话 你把这表删了的话呢 你不管你的原数据和你的数据一块删掉 如果是外部表的时候 外部表的话 你的原数据和原数据删掉 但是你的数据会留下 你比如说我这个w-a是怎么创建的呢 看我到底怎么创建的啊 我也不记得我怎么创建的啊 我看看我我这数据从在在不在不就知道了 你看我的数据还在 数据还在 这也那那时候说明我这个表是创通过外部表的时候创建的 那如果我这个里面这个数据如果不在了 那说明我这个当初这个命令是通过一个内部表的方式去创建的 就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 但是建议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要用这个 一般来说工作里面啊都用这个都用这个命令 为什么呢 比如说把你这个结构删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结构是万一是你误删的呢 什么万一你误删的呢 起码你数据没留 只要你数据没留 你就可以通过再重新写一个sgamer 把这数据可以重新再还原回来 是吧 比如这里面举个例子 我当时是用这个方式去创建的吧 这个吧 那我再把这表还原回来啊 你看我这里面是外部呃外部表的方式去创建的 然后这个表呢 因为这数据里面是每一个字段之间上 置表符来分割 还有还有时间是挥车符是吧 那你看啊 我直接现在还原回来 看能不能还原 好 show tables 还原回来了是吧 数据丢没丢呢 啊 特殊字符啊 特殊字符 数据没留是吧 嗯 这是这个区别 一般来说 建议大家就用这个 比较保险一个啊 保险一个 那这是partition 刚才也说过了是吧 那我这里面再重复一遍吧 在hub里面呢 表中的一个partition是对应这个表下面的一个目录 那所有的partition的数据呢 都存储在这个对应的这个目录中 这个目录呢 就是个表 这个名字的目录啊 比如举个例子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什么 地域和时间 这两个partition 然后比如说同一个时间 同一天时间 但是呢 这个请求来自于不同地域的 我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 时间 等于它是一个目录 然后 地域呢 等于它是一个地域 进行分组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我再去请求一个数据 我就要求 请求这个时间点的 并且是这个尝试的数据 那我直接去把你的请求定位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相当于会减少了你的查询的 会会提高你的查询速度 是吧 像这个很多不同时间的 或者不同时间 不同那个低率的这些文件的这些数据 就完全 被你给 对你来说 当前的这个请求是没有意义的吧 所以呢 你也不用去花更多精力去请求这部分数据 啊 提高速度 那partition呢 实际上是辅助查询 缩小了你的查询范围 然后加快了你的数据解锁速度 和这个数据 会加速你的这样的速度 但是数据呢 要按照一定的规格和条件去管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你必须要按照这么一个格式 去 嗯 比如严格按照这个格式去去分通 那这个 partition下面呢 刚才说了还有bucket 是吧 bucket 这个hive的table可以插分成partition 然后呢 table partition呢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再进一步的细分成bucket 而且bucket的里面数据呢还可以通过sortedby的方式进行排序 啊 如果你想分通的话呢 要求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是一个配置 要把这个配置打开 然后呢 并且呢 啊 要设置一些个什么bucket的个数 你想这个bucket的个数是不像我们写myreviews里面的reviews的个数是吧 你的reviews 最终的reviews的输出不就是这个bucket的吗 是吧 而且你reviews的每一个key 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sort的排序的呀 是吧 大家还记得reviews里面有一个排序机制是吧 啊 所以呢 reviews里面的那个策略呢 其实跟这个bucket里面策略基本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这里面还要分进行进一步的分bucket的呢 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呢 数据呢 你可以去抽样 可以去抽样 就是说 我 比如说我这全量数据是通分了32个reviews是吧 那我只需要我从一个review 比如说我这个抽样 我想抽三十二分之一的数据 就很简单了 我这 随便去抽一个reviews的part就可以了吗 是吧 这里面是一样的 我只需要抽一个bucket就可以了 这是数据抽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为了提高什么某些查语效率 查语效率用的 为了查语效率呢 这时候就跟这个sort会有很大的关系了是吧 只要你这个sort按照数据排好的 那会在那个 会在你的检索数据的时候啊 会他有预读功能 会把你这个数据呢提前读录到内存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啊 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优化过程 那么举一个先举这个bucket的一个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抽样过程啊 怎么用呢 哎这是一个sircle语句 sircle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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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啊 在这个表里面呢 哎 你就写这条语句 这个语句 那这里面有个两个数字 x一个数字 跟y一个数字 比如说之前我这个bucket 已经分成了多少个的 我已经分成了64个桶了 就是你做了64的时候呢 你已经输出64个文件了 那这时候Y呢 是这个bucket的数的一个倍数 比如说是个2 当啊当这个里面Y落实等于32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64除以32等于2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你这64个里面 我随机抽样两个bucket 随机抽两个bucket 但是它是随机抽的吗 还不是 这是到从哪开始抽呢 就用这个X来决定了 是吧 比如从一号桶抽 那就是X等于1 从三号桶抽 就是X等于3 是吧 你比如这个例子 当我这个 这三开头 三开头 那我就是第三个bucket 和第三个加16 就是第19个 第三个和加第19个bucket的数据 是被我抽样出来了 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这个理解了吧 这个抽样的过程 也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因为有的时候 你需要的数据 并不需要全量 你只需要一部分 你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是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快速得到你的一个子的 子的数据集 那在hive里面呢 它有一些类型啊 类型 这类型支持什么呢 这是一些什么int啦 什么一些 一些浮点啦 等等 还有磁锁啊 等等 还有 还是比较丰富吧 这些基础类型 然后呢 根据你的数据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存储空间的的要求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选择适合你这个数据的呃 适合你这个数据存放的这个长度 是吧 长度 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字段 是年龄 是吧 一呢 是代表男 零呢 代表女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去两个数字 那居然两个数字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布尔形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占那么大空间了 对吧 如果你有一个字段 是代表什么省的 那本来全国就30多个省 那这个这个省你再多 它也不会超过40个了 是吧 那所以这个数字也很小 所以你就用一个什么 smartint去存就可以了 或者tidyint 可以了 还有一个辅点数 比如你存一个分数 零点多少多少个小数 还用辅点型 如果你存一个名字 还用这个词顺型 当然除了这几个类型之外呢 还有一些符合类型 还有一些复合类型 那复合类型什么意思呢 复合类型 它相当于是把你之前有一些类型 能够封装起来了 比如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例子呢 咱们举这个map的例子吧 举这个map 这个map呢 嗯 说数学 80分 语文 语文等于90分 英语等于79分 哎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就可以用什么存 用这个数据存 用这个格式存 前面这个type呢 代表着你前面这个是数学语文和英语 你后面这个类型呢 可以就变成这个这个分数了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执行 比如这个字段叫什么呢 这个字段叫做 这个字段就叫做分数吧 就叫做分数 你去select 这个分数 from这个table的时候啊 from这个table from这个table的时候啊 它就会把你这个 这个数据展示出来 是吧 展示出来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所有的 所有的科目的分数 你只需要比如说预文 怎么写呢 这样 因为sql是个map嘛 你后面直接写一个是吧 如果你这个sql就是执行成功的话呢 你返回的值是什么呢 就是个90 明白吧 明白吧 就是这就是一个符合类型的一个用法 这个跟符合类型跟之前的这个基础类型不一样啊 基础类型你slag的什么呢 你把就把这个这个直接就slag出 这个大家很很好理解是吧 如果你符合类型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做更丰富的啊 数据结构的包装 比如像这样数据结构包装起来啊 这是map 这里面还只是什么数组 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等等啊 那这里面有个例子啊 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是如何在通过害我去完成一个转的一个过程 往上转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sickle语句 这个sickle语句呢 看啊 我pv是个表 是上面这张表 我user呢 是下面这张表 有两张表 然后呢 上面这张表里面有一列 是user是吧 user 我下面这张表里面也有一列 也叫user是吧 也叫user 好 然后呢我通过slag的方式去读这张表和这张表 把这张这两张表里面的数据呢 进行转 进行转 按什么转呢 按这个user进行转 这种方式转起来 那把它转起来之后呢 然后再输出这两张表中的一些字段 我想输出转后的这张表里面的page id 也就是这一列的信息 以及转后的user里面的age信息 明白吧 这是通过一个sickle语句的方式去写 感觉也比较好理解是干什么用了 是吧 但是如果不让你去送sickle 用map6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步 把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把这表里面的数据 按照k是吧 谁是k啊 因为你是要按照userid去做转 是吧 所以呢 用谁做转 就谁就当k是吧 这个k呢 是不是就userid了 然后value呢 是想你把你的page id和你的time 和平到一块 是吧 放在后面 对 但是这里边的话呢 它肯定做了一个简化 是吧 你看第一列都是1 其实先不要关心啊 一二一 这什么第二个数字是一二一 然后这个的话 相当于是 user为k 后面呢 是个value 是吧 这第一列是2 然后第二列是25 大家还记得 当时我们在去用map6 做两张表转 怎么转的呢 是用第一个表中有一个a 是吧 然后第二表中有一个b 是吧 然后呢 用这两个表去 按照这个a和b去排去 然后呢 保证了他们之间的顺序关系的吧 那这里面那个1啊 和这个2啊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状 保证这个作用的 就是保证 我这个表在前面 这个表在后面 明白了吧 就这里面这个相当是个flag 当时我们写那个map6 这个flag啊 保证了这个表里面数据是在前 这个保证数据在后 那我既然k已经抽象出来之后呢 我进行一个sort partition 这时候呢 我相当于把这两张表里面 所有的那个同样的k啊 partition了同一个regus里面去了 好这里面呢 那这个regus里面 所有的信息都是关于这个111这个user的 然后这里面都是关于22 因为呀 我最后的输出 只是输出pagesid和age是吧 age 那这个时候你看啊 我1 25 一行 2 25 一行是吧 所以从这个数据里面 就得到了这两个 这两个记录 那从这个数据里面 就得到了1 32这两个记录 那把这两个记录进行一个mur值 是不是就变成三个小记录了 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就是变成这个 思考语句的反馈结果了 那这个过程大家看明白了吗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看明白打一个1 这相当于就是我们之前用mapreduce 怎么去完成一个jorn的过程 还记得吧 打一个1 如果是无问题的话 哪个人不太清楚打一个2 这个例子看懂吗 嗯 这是个例子是比较像似曾相识啊 就是我们最早写mapreduce的时候 做两表jorn的其实一样的啊 只不是通过这个slack的这种方式 伺候语句的方式又重新表达了一次 这是这个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做了一个聚合 是做了一个聚合 呃 我这里面怎么聚合呢 看一下啊 那我这里面有一张表 pvuser 那这个表呢 其实总的这个表啊 都是这个表 就是这两个表格 都是属于这个表的一部分啊 都是这个表一部分 然后首先我们看这个表 因为我是要啊 按照这个配置id 和age去做聚合的 所以呢 应该把这两个字段 进行末值 乘一个k 然后按照这个k 再去做分发 是吧 这个特别是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说 写maple64里面 相当说 对这个k做改装 是吧 对k做这个改装 还记得吧 你看啊 这里面相当于是对这个k做改装了 它改成什么呢 就是配置id这个1和这个25i 通过这样的方式 形成了一个新的k 然后这个k出现几次呢 做了一个word count 把25 这两行记录就这个k出现几次 统计一下 如果出现两次吗 那这里面呢 不同的k各出现一次是吧 然后pattern一下 同样的k放同一块 是吧 那这块呢相当于是1 25这个k呢 出现了三次 这个呢 出现了一次 做末值检查 是不是这个结果 这个例子大家看懂了吗 这个例子有点像那个word count的啊 像word count的 只不过这个word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看懂了吧 这个例子看懂打一个1 有问题打一个2 这个例子 好 那相当于这块啊 虽然学的是新知识 但有点像对于我们之前的知识 做了一个复习啊 好 那我们既然涉及到学这个hive 那最后你再去工作中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不同的人写 同样写hive的时候 但是每个人因为呃 每个人的起的代码是不一样的是吧 虽然这个hive啊 写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呢 每个人写hive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就每个人不同人写的思考不一样 但是最后实现的方式 实现结果是一样 但是每人写的思考 与卷不一样 导致了每个人 最后执行的命令的 执行的任务 有差异的是吧 有的人执行的快 有人执行的慢 所以这里面又要牵扯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优化问题是吧 优化问题 就是hive我们可以用这hive干活了 你可以去写个思考语句 也可以表达我们想要完成任务 但是你写的这个思考语句是不是好的 就一定能够很高效的完成了 是吧 所以这块要看一下 这个这个 你再去写miveuels的时候 写hive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 卖了吧 好 第一个优化呢 是map优化 因为这个hive的本质啊 就是mapreviews嘛 那我们在写mapreviews的时候呢 也知道 如果前面这个输入的数据量非常大 你用一个非常小的map去读的话呢 势必会导致你的map的执行过程中 非常耗时间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去调整你的map的并发个数 当时说啊 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kick out你的map的并发呢 调整你的block的这个单位的个数是吧 比如说默认的时候是64兆一个block 你可以调整 调整成32 调整成16 你block的这个单位数小了是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进来这个split的这个 这个 这个数据就就变多了呀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调整你的这个block size是一个 但是block size可以在hub里面去指令一个参数啊 这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你的map64变多 但有时候map是越多越好嘛 也不一定是吧 所以呢这个map64多少啊 这数字需要有一个恰到好处 嗯嗯嗯 如果你的map usepi太多的话呢 那么map太多的话呢 会啊 会有很多的小文件 小文件 那所以呢 需要在中间呢 会合并一些小文件 那如果你让这个 如果你让这个这个hgfs上这个文件要进行合并 减少这map个数怎么办呢 减少map个数 这是你可以对这个block进行调大是吧 调大可以减少 所以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去优化你这个输入的这个map这个个数 避发个数可以控制避发个数 就是这个 这是block size 这个是呢 split size 通过这几个参数的控制可以最多决定你啊 输入的map的个数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当时说在map阶段还有一个什么 策略是combanner是吧 combanner 他说combanner是不能随便用是吧 如果用好了 他会帮助你提高效率 如果用的不好呢 会导致你最后的结果 会出错是吧 会出错 但这个时候呢 但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combanner还打开 如果打开的话呢 他相当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你这个map的优化 是吧 那怎么做那个 怎么让你这个combanner去打开呢 哎 就设一个参数 就这个参数 把这个参数变成处 这combanner的机制啊 就自动打开了 明白了吧 那对应这个map的优化呢 那就是一个reduce的优化了 是吧 reduce优化无外乎啊 就是这个reduce最后输出的这个个数 是吧 输出个数有两方面可以控制 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参数控制 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呢 从这个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来是吧 每一个reduce处理的字结束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你reduce处理的字结束这个值越大 是不是令你reduce的个数就越少啊 对吧 这是一个 但是你那个钱的数据总量是一样的 卖不到reduce过程中这个数据总量是一样的 如果说的总量一定的话 你把这个数据提高的话呢 会让你这个reduce个数变少 那具体最后折算出多少reduce呢 这里面有个公式是吧 你就算一下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想指定我就要求10个 我就要求20个reduce怎么做 你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去设 但有人会疑问了 这两个参数不就有冲突吗 矛盾吗 我既设了这个又设了这个 到底是按照谁去 到底是听哪个参数指挥啊 是吧 因为这两个参数是 这两个参数是有冲突的吗 这么说如果这两个参数你都设了的话呢 他会按照 他会按照这个参数为优先啊 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再去写一个四口语句啊 四口语句 这个语句大家应该能看懂是吧 呃 这个四口语句呢 是按照 按照这个数据去做gloove by 去做聚合 去做聚合 如果是这两个四口语句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有gloove by 一个是没有gloove by是吧 但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k你最后你看啊 他不都等于同样的时间段吗 所以一样 他想知道就是啊 关于这个时间 就是满足这个时间的记录有多少条 就这就是统计这个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如果你不加gloove by呢 哎 相当于这个reviews会演化成一个reviews 就会变成一个reviews 这是他的基石导致 他就是就是这个hive的hive 从你circle语句 翻译成manreviews的过程中 这个翻译过程导致的就会退化成一个reviews 那如果变成一个reviews的话 如果水量一大的话呢 会导致你的处理速度会非常慢是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上 虽然这个你gloove by 从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啊 没什么差异 那么差异 还有其他的有话分区 分区这个就呃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是吧 按照partition 按照你这个时间去做分组 按照你这个访问的给予啊 分组 这个时候呢 你只关心你所要命中的那个分组的那个 那个统就可以了 就是其他跟你这个条件无关的那些数据呢 你压根就不用接触 所以也不用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去去去检索他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化 partition呢 在一份工作中啊 很金啊 会肯定会要用的 肯定会要用的 因为他这个性能是非常 就是优化 会极大的优化你的这个性能 那这个给卡尔基刚刚也说过了是吧 就是你加条件和不加条件 hive最后翻译呢 这不一样了 就像你这个转的时候 就是两个表头转的时候 按照什么做转呢 比如按照某一个 某一个k去做转 某一个k去做转 那像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个语句啊 但是给个例子吧 这儿 比如select 什么随便写一个吧 a 然后中文b 如果这里面我写这么写 a user 等于k吧 b k吧 这个是一个sicle 这个是一个sicle 这又是一个sicle 那 那这两个sicle呢 其实最后结果应该差不多了 啊 就一样了 只不说用的方法不一样 那一般转的时候呢 都要用on来去做一个条件判断 如果你不用on 你用wire的方式的话呢 就会发生变化 虽然这个 在这个语言上 你看着 没什么区别 但是最终翻译的时候呢 差别就比较大了 如果你还是依然按照这种方式去写的话呢 那 最后hive呢 只能通过一个regos去完成你的partition 如果你按照这个on的方式呢 那个hive 它会给你翻译成 会给你并发成多个map reviews 明白这意思吧 这是这个 要注意一下 就是写语 写这个sicle的时候 不是说你非常随意 啊 这里面 如果你写好的话呢 啊 这里面会有很大的优化 一个停车空间 啊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的地方 就是一个这个map drawn 什么叫map drawn 顾名思义啊 在map里面做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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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之前我们做的周恩 是在哪做周恩 是这个数据啊 落地了 就是存到这个 呃存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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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词文空间上了 然后这个词文空间呢 通过一个什么啊 叫什么 规定排序啊 然后又重新在review的阶段又 加载进来 然后再做做做做进步排序 再做周恩 是吧 这是一个外部排序 那内部排序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map排序呢 就是我这数据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我就完成了周恩 什么意思呢 我比如说两张表 我两张表做周恩 其中呢 我有一张表是小表 这个表呢非常小 可以加到内存 那这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表 加载到你的map这个过程中 这个内存里面去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 特别像我们之前讲那个map6子里面 是不是 把你那个配置文件 加载到内存 其实一样的是吧 这个特别像 我们之前写map6子里面 利用配置文件去 利用配置文件去那个那个那个检索 效果是一样的是吧 那像我们写这个sircus时候呢 有两张表 你通过这个sircus语言呢 你根本就无法区分出哪个表是大 哪个表是小是吧 但实际中呢 肯定是有个表大 一个表小 并且我要期望把我那个表啊 小的那个表啊 加载到内存 然后通过这个语句 比如说通过这样的语句 举个例子啊 通过这个语句 我就可以指令把我哪张表 加载到内存 我就指令哪个表是小表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命令 就可以指令哪张表是小表啊 然后呢 这个表的要求一般都是不超过一季 就是内存可以放得下 然后呢 条目呢也不会太多 这个卖不住啊 这个卖不住啊 这个卖不住呢啊 其实空间也是很大的 这个我不知道给大家理解 不理解 这理解吗 卖不住啊 卖不住啊 这个大家有听懂了吗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在那个卖不里面做转 他的性能要比正常不不通过卖不做呢 性能好 这大家理解了吧 就放内存那存块嘛 是吧 内存我直接去检索一个卖不 我通过这个卖不这个哈希卖不 这个数据构 我直接去去检索他的歪掉直接进来 然后直接在内部去把数据拼接就完事了 我不需要完全走 数据还要落地 然后还要按照这个弗来个排序 然后再再怎么样了 就是很花时间 如果是一个 但是这个情况只适合 一个小表一个大表的情况 其中这个小表是可以夹载到内存的时候 才能用 明白吧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优化的地方 另一个优化的地方就是个优内的了 优你 优你 优你呢 有优你二优你两个 优你和和优你二两个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AAABBBCCC DDDD EA A 我只有两张表 两张表的数据都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我这两张表做优你的话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结果是这个 因为你这个AAA是相重重复了是吧 所以叫去虫 把这两个表接起来 哎 这个就是 优你的结果 那什么是优你二的结果呢 优你二的结果是这个长的这个样子 虽然我这个AAA出现两次重复了 但是呢 我不去重 我就直接把这两张表 墨置到一块 所以大家能看出来 这两种方法哪个速度快 哪个速度快 肯定这个优你二速度快嘛 是吧 我直接上了直接把这两个表 直接做一个 就做一个拼装 然后我也不考虑他的那个去虫嘛 是吧 所以这个优你二的速度快 只不过这个优你啊 他有一个特点是 可以把你这个相同的可以去虫 这么个区别 所以呢优你二的速度快 所以如果是想做去虫怎么办呢 先做优你二 然后再做一个转 然后再做Growby等操作 可以有效减少Member 6的过程 这样 就你做优你二的时候 你不是刚刚不是做去虫吗 你既然要涉及到去虫的话 肯定要涉及到Member 6 你肯定要写Member 6 但是呀 你优你二的话呢 你就相当于把两个表 就墨置到一块了 你需要写Member 6的吗 完全不需要写Member 6是吧 所以完全不需要Member 6的揭露 所以呢 优你二的速度要比他快得多 所以如果要追求速度快的话 你就用用你二啊 用你二 这尽管呢有多个啊 条目的话呢 但是最终呢 你的Member 6的个数少 这是一个也算一个优化 还有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有两张 我只有一个table 呃 就是K1 这是K2 啊 我这个这个表的数据呢 是来源于这个 就是我从这个表里面去slide一些字段 把这个字段呢 形成一个新的表 我这个这个表的跟一 K2表一样 只不过是我可能slide其他字段 是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的数据源呢 也是依赖于这张表 这张表 然后呢 如果你想只想生成这个表的话呢 你写数据怎么写呢 写四个语句 比如slide 啊 怎么写呢 slide 啊 insert into 大概t 啊 然后 is 什么什么 user1吧 user1吧 from table 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啊 我看了对不对啊 写的 真不太对哈 没有s 这个语句大家能看 能看懂吗 就是我从这个table里面去读出一个字段 然后插给了这个题 我这个语句呢 读出了一个字段 读出什么字段 h吧 字段 插了K2 好 这两个语句呢 完全不相关 你这两个语句呢 完全不相关 但是呢 你如果你想同时能够得到这两个句子 你完全可以把这两个语句 写到一块 是吧 如果你是这个语句执行一个任务 这个语句执行一个任务 相当于你一共需要跑两个sicle 一句 也就是最后跑两个map6子是吧 这里面肯定要演化一个map6子嘛 就跑一个两个map6子 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任务 优化成一个map6子是吧 就用一个map6子生成两个表 怎么搞 还通过这样的方式写啊 我就from一个表 然后呢 我insert到table1 我insert到table2 然后后面是写不同的条件 这理解了吧 就是如果要是大家都从一份基础表中 按照不同的维度去slide的话呢 其实写一个map6子 你就可以搞定 这样的话那个性能 性能提升很多是吧 就是完全可以完全去避免了第二个map6子的空间 是吧 大家理解吧 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自动墨制 所以你在写map6子啊 你在写你才真心hive的时候啊 避免不了一些啊 小的数据 就是小的小的文件的产生是吧 小的文件产生 如果你要设定了这些参数的话呢 他会自动的会把这些小的文件能够 墨制 然后呢 按照多大的墨制呢 按照这个参数指给你这个文件大小呢 去墨制 明白了吧 但只不过是这种方式呢 会 会多产生一个map6子 多产生一个map6子 就是当你这个产生这个文件大小啊 比这个预值小的时候啊 这害我会自动产生一个map6子 会对这些小的文件进行合并 那因为如果你这个空间对这个小文件存储啊 有要求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也是个优化是吧 对小文件的合并也是个优化吗 对于hdfs来说 因为它不适合存储大量的文件了 存储大量的小文件了 对吧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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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count distinct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特别像 像我们之前学的那个word count一样 word count一样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什么 刚才之前我们一直讲how do you do 是吧 how do do 这个意思 什么 堵油 随便写一个吧 啊 这是讲句话 这是我的书语言 然后呢 我度呢 我度呢 度 这里面一共几个度啊 三个度是吧 如果按度做pattention的时候呢 相当于这三个度 全跑这一个上面reduce里面去了是吧 全跑这一个reduce里面 因为我要做度的那个word count 但是呢 如果 我这里面 度特别特别多 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会导致 我这所有度都跑一个reduce里面去 那这个reduce 是不是会不会就得到这个数量就压力特别大 因为它这个度多嘛 度多的话会导致你这个这个reduce拿到的记录数就多嘛 那那这不平均嘛 是吧 那有的reduce会得到的记录多 那有的reduce呢 会得到的记录少 是吧 那到记录多的那个reduce会 耗时非常严重 会成为整个 啊任务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木板效应是吧 木板效应 那我为了让为了让让这种情况能够进一步的避免怎么办呢 哎 我可以让这个度随机一下是吧 随机一下 我让这个度发到这个上面就有两个 发这上面有一个是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里面结果就等都得到了一个结果是吧 我这个度里面有两个了是吧 这个度有一个了 然后呢 我再进一步的 这时候再做pattention pattention pattention 这时候度还击到两个了 这是不是变成了 啊 这现在得了两个记录了 这时候把这两个记录呢 我相加是变成三个了是吧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 我直接从这传到这 是不是就是这个度 会有三条记录啊 会有三条记录是吧 那我刚才的这种方式 就得两条记录了对吧 那这来会大大的会减小我的 我后面这个reviews得到 接到这个记录的条目的 会呃 就是大大的减少这个木板相用的 这个这种这种程度对吧 程度 但这种方式是通什么避免的呢 是通过前面哎 我这边有了一个类似随机化的这么一个 相当这个挡板也好 或者是提前他会提前做了一个相当于combander的方式吧 提前做了一些combander 相当于把提前的把一些数据又做了一些个中间性的聚合 然后我最后面得到是拿到中间结果再做进一步的聚合 最后几个 这样他会防止是所有的数据呢 一下子都打到我最后的这后面来了 是吧 现在这里面是做了一个缓冲 大概是这个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里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他的有他的优化呢 目标就这个类似这个这样的意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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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只要是你把这个 开关一打开 只要是把这开关一打开 一旦遇到这种带count的这种函数的时候呢 刚才我说的这种场景 他自动就变成这种方式去自动帮你优化 明白了吧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就叫什么 就是看啊 看的 这种模式明白了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 就往下啊 如果我写一个麦克斯六次 如果我写一个麦克斯六次写的是这个样子 和写一个这个样子 哎 感觉大家看这两个麦克斯六次写的差不多 是吧 但是呢 最后你跑出效果就不一样了 我给一个色口 最后就翻译成一个一个麦克斯六次任务 但是我这个色口呢 就翻译成两个 这为什么呢 这为什么呢 看大家区别是在哪 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 如果你有多张表的时候 应该A B C有多张表的时候 但是Hive可以支持多张表的连接啊 如果你有多张表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K啊 是同一个 那这时候这个转呢 会转化成一个麦克斯六次来 来来来运行 如果你前面这个转的K啊 是 是多个 那他会变成多个麦克斯六次 那他会变成多个麦克斯六次 这大家理解了吗 所以呢 因为这个A啊 from A A的K 是在前面 所以呢 啊 不管你是转B表也好 转C表也好 只要是前面这个带A的 那相当于全都是按A 的这个方式去去去做转 然后他所以呢 你一个这个麦克斯六次任务会 称单两次转 否则的话 你每个转都单独跑一个麦克斯六次任务 这个意思 呃 嗯 还有一个 是这个 还有一个 呃 就是你表啊 就是你转的时候顺序啊 你谁在前谁在后也是有也是有学问的 是吧 也是有学问的 那我举个例子啊 举个这个也就是这个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思考鱼劲是吧 思考鱼劲 思考鱼劲 呃 就是哪个表 比如说 嗯 举例子啊 我有两张表 一个A表一个B表 A呢这个表呢是个大表 是大表 B表呢 是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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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正说问大家了 我同样是做转 我用A转B好 还是用B转A好 大家给给个回答 用A转B好 还是B转A好 对应该是A转B好是吧 A转B好 你想为什么呢 因为啊 啊 这个A里面的这个字段 你肯定有很多的K啊 这个B里面是不包含的 是不包含的 就是说 这个B里面这个K的个数肯 肯定要比这个A小是吧 如果你把这两个表反过来 好 你先用A用B B呢 每一次呢 用你这个K呢 去找A是吧 去找A 那这时候呢 你B里面一个K 在A里面找到 找能找到这个K的概率呢 肯定比较小是吧 因为你A表太大了 能在A里面找到记录这个太小了 如果你这个B在前A在后的话呢 是不是有很多 这个K啊 是找不到他硬是关系 这么一个情况了 是吧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 呃 是 是 就是 呃 就是 这怎么说呢 这种 这种关系啊 这种关系就是 会浪费一些个时间 如果是A在前B在后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谁也钱呢 是以谁为为主 是吧 但是呢 呃 你A和B 不管你怎么写 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大表哪个小表 你得让sircle知道是吧 怎么知道呢 还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去知道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把A写进来 哎 这时候这个这个这个害我就知道了 我这个from这A啊 这个A左边这个表啊 原来是大表 明白了吧 还有一种 这个 这个 这个MapDraw 这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啊 通常是A转B 如果是B是小表 A是大表 我不告诉你谁是大表 我只告诉你谁是小表 哎 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 我B是小表 那就是B呢 直接可以加到内存去了 是吧 这跟刚才这个 这个MapDraw是一样的 是吧 怎么用呢 就这么用 明白了吧 对吧 这是一个优化 嗯 还有一种方式 看这两个缩后语句 这两个缩后语句 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缩辅语句的话呢 相当于是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啊 是这个 这个条件啊 看不看到 这个条件是在里边 还是在外边的事是吧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条件呢 是我放到外边呢 还是放到里边 放哪个地方好是吧 就是如果要是放到外边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这两个表 转完之后 然后再按照这个条件去过滤 那放到里边的意思的是 我先对这个表去过滤 然后再去做转 那这个顺序的不一样 会导致了你这两个表做转的时候的运算量是大打折扣的 是是完全是是是是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吧 一般来说呢 你要是做转的时候呢 前提是你先把你的数据处理好处理干净 就是先该过滤都过滤掉 然后再做转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很多做了很多无用功是吧 所以呢 这个要做开发的时候 虽然同样写四口语句 但这里面的学问都太大了 是吧 有人呢写的效率就高 但有的人说 虽然同样也是完成这个工作了 但是呢 我的四口语句呢 效率就是没人高 是吧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一个问题啊 也是一个问题 并行执行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是一个 我这几个Maprelios让我 这是一个Maprelios 我一个Maprelios依赖于另外一个Maprelios 这依赖关系啊 当我前面的Maprelios完成之后 我第二个Maprelios才能开始运行 比方说我这个BAG图长的是这个样子 长的是这个样子 你看啊 这三个Maprelios 是不是同时依赖于这个Maprelios 对吧 如果同时依赖于它的话 其实三个Maprelios完全可以变形起来 对吧 变起来 但是呢 往往情况下呢 如果你这个开关不开的话呢 就是在某一个阶段 如果这个开关是不开的话呢 相当于是该变形的 能变形的地方 就没有办法变形了 你也这意思吧 就是为了让 在Hive在执行多一个阶段的时候 在执行过程中 如果是前面这个人 前面这个Maprelios 并不依赖于其他的Maprelios 那这个Maprelios完全可以 只要它的资源一到 哎 它就自然可以 自然就可以运行起来 明白的意思吧 这可能写的不太好 不太不太直观啊 我再写一个 我再写一个 这个 这就是Glaprelios 好 我这个Maprelios 任务已经执行完成了 我这个呢 没有执行完成 没有执行完成 它没有执行完成的时候 你这个Maprelios 和这个Maprelios 就不能执行 是吧 互相依赖的 但是呢 你这个资源已经执行成功了 那你这两个资源呢 并不依赖于它 所以这两个Maprelios呢 就完全可以提前的运行了 明白这意思吧 对 这个地方呢 并行执行大概意思 就这个意思 只要是这个阶段 不是完全相互依赖的 那它呢 就完全可以提前的运行起来 怎么运行起来呢 就是通过这样设置这样一个参数 啊 它自动的去 去帮你运行了 然后在hub里面的话呢 嗯 主要的面对的问题 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数据倾斜问题 数据倾斜问题 什么数据倾斜 这是其实我们在那个Maprelios开发的时候 也是经常遇到 是吧 当你这个K啊 如果是分配不均匀 比如说有的Riglios啊 拿到K多 有的Riglios拿到K少 会导致拿到K多的Riglios 就会运行非常长的 非常长的时间 你这个观察的现象就是 你Riglios整个Maprelios 运行到了99%的时候 最后1% 哎 它就是执行不完 就是耗了很长时间 是吧 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这就属于数据倾斜 就是你的分担筒不均匀 但是不均匀一般的什么原因呢 都是一些什么 这K不均匀 不均匀怎么导致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改K吗 是吧 换K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 人们见表的时候 会有一些个问题 还有你的业务数据 就有一些这样的特点 症状就刚刚我说这个就是 长时间的维持在99% 哎 在监控界面上就就少量 或者一个几个 就是不完成 那查看不完成的这个任务呢 一看这个数据量积累的非常大 是吧 这就属于这个 数据倾斜的一个典型症状 典型症状 如果你面对这种不症状的时候呢 你不想你用一个最低成本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就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啥开关 这开关不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吗 哎哪去了 哎 这个 就这开关 还记得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吗 如果你再做抗它的时候 啊 还记得刚才说是怎么说的吗 是那个呃 让他提前做把一些中间结果先计算出来是吧 有点类似于像康班特这么一个一个机制 提前先计算一些结果 然后在后面的话 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就避免了大量的数据 同时打到最后面那个基点上去 明白了吧 那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 也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啊 数据倾斜的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 那数据倾斜刚才其实这个刚才已经都讲过了是吧 怎么都讲过 如果是你面对的是大小表关联的时候呢 你数据倾斜怎么避免呢 哎就是用那种麦不转的方式麦不转的方式 怎么用麦不转啊 刚才说过了 这种方式 是吧 先把小表加了的内存 然后再进行做完 这是大小表关联 但如果你是个两张大表 两张大表关联 怎么办 但这时候 两张大表关联 怎么办 如果呢 你日识中有一部分优责ide啊 是空或者是零的时候呢 导致你这个优责ide分统的时候 会把你这个优责为零 或者是空呢 会分到一起 因为呀 优责为零 或者为空呢 这种情况 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 你当前这个用户的这个 库克ide是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话 我会有个默认值是吧 因为它是默认值 但是那个互联网上 有很多这种 拿不到它真正实际优责ide的情况 所以呢 这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日识里面 会存在大量的优责ide为零的情况 为零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优责为零 这个ide啊 你当作一个普通用户 来做计算的时候呢 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个数据倾斜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先把数据里面这个优责ide为零 或者为空的这种记录啊 你先删除 你先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哎你把剩下的那些 正常的优责ide 再进行聚合是吧 聚合完之后 然后你再去得到了一个最后的结果 比如你要计算这个优责ide的个数吧 去存后的个数 比如说你去存后的个数都有100 那你优责ide为零这种情况的话 因为你已经去掉了吧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商品直接加个1 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比如最后得到你的这个最终的最终的答案了吧 所以呢 这种方式的话也会达到的 达到优化你的你的性能 啊 这里面说的话不是我说这样 这里说的是把这个k啊 字幕串上加一个速记数 这里呢就是相当于把你的k啊 做一个转化嘛 如果你这个k 如果你这个k啊 嗯 就是很不均匀的话 那你就把那些k进行 进行加一个速记数 然后呢把这个很直 就是有这个同样的k的这些记录啊 分散开来 分散到不同的对六子上去是吧 那这个的话就是刚才我说这种了 啊 我说是不是 啊 这是我说的这种 就是说 当你求这个k的的时候 当你求k的时候 如果呢 那你发现有一些个流子id它是比较特殊的 那你先把它去掉 去掉完之后 你再在这个k上 哎 后面直接加个1 不就是不就不就可以了吗 就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也是能达到优化的效果 这个地方呢 就跟你的实际业务相关了 就是你自己知道哪张表 你自己知道哪张表 id少是吧 那你就id好哪张少呢 那你就把哪个id你提前的 把它给他做一个map转 这种方式 就你提前能够预估出来 哎 你每天的登录的用户的情况 那你可以可以先判断出哪些表是小 哪些表是大的 这是跟业务相关的 啊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空间换时间 空间换时间 嗯 这是什么怎么说呢 看看啊 啊空间换时间就是相当于是优宁奥吧 还记得吧 刚才说了一个优宁奥和优宁的区别 优宁奥呢 虽然我这个时间非常快啊 但是呢 我会很占空间 因为我并不涉及到什么 并不涉及去虫这个问题 明白这意思吧 啊 所以呢 我先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记录还进行优宁一下 然后优宁完了之后呢 我再做一个古兔拜 现在我减少了一次吗 也不是64的过程 嗯 这意思 行 然后讲到目前为止啊 然后整个hive的理论部分就已经跟大家啊 啊也就介绍到也介绍完了 然后今天讲的内容其实哎呀也挺多的哈 这大家回去看这个课件 呃 那个那个再花一点时间去复习一下 好吧 这些内容比较多 那么大家看一下 一开始呢 我们先看这个hive的一些引入原因 然后再看hive是啥 hive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他只是一个逻辑表啊 不存数据啊 只是不存数据 如果一样是用这个java语言去写的话 写 只要写一个很简单的word count 去写很多的代码 但你用同一个sql语句的方式去写呢 哎很少的代码能完成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那这是hive里面的sql和传统sql的区别 就hive里面sql并不是标准的sql 然后跟传统关系数据库的一些特点比较 这个比较简单啊 然后这是体系架构也比较简单 然后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对hive的数据在hgifs上路径分 分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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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就是这个父子目录前后之间的啊分配情况 就是table在前partition在后 然后bucket在最后 就是table里面会分出很多的partition partition里面分出很多的bucket 然后呢每一个阶段都会通过一个目录的形式啊 给他给他分统是吧分统 然后这是创建表的方法内务表外务表 这是partition的好处是吧 这是bucket的 啊就是一些什么数据类型基本的呀符合的呀 然后这是 就是相当于是我通过一个sicle语句怎么能够用mapreduce的方式来理解 或者是怎么样把它转化成了个mapreduce的过程 这是优化 map的优化 reduce的优化 然后分区啊 dcrg mapdron dron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 来自同一个表的话 你就自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去避免了 避免另外一个mapreduce的一个产生的耗时啊 然后这是一个自动的墨值 就是当你这个文件大小产生的文件大小啊 比这个预值小的时候 他自动会轻产生一个mapreduce来帮助你把这些文件进行合并 这是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啊 只有在握在求count的时候 在求count的时候 他会提前会对你的数据做一个预处理 然后呢 这是同样写一个功能不同的sicle语句会 一个是产生一个mapreduce 一个是产生多个mapreduce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成这样 是因为你这个表这个key啊 这种k是一定要保持一致 他才能优化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想写成不是不是一个k的话呢 你优化不了成这个样子 然后表连接顺序 就谁在前谁在后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先过滤后转和后转啊 先转后过滤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个是并行并行之行 并行之行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数据倾斜的一些事情 其实数据倾斜跟之前已经讲了一些了啊 现在这块是一个总结 那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倾斜的这个问题呢 是吧 有很多原因是吧 那这里面的一些状况啊 主要分成这几种 一个是大小表的关联的数据倾斜 一个大大表是吧 还有一个是同样大的表 但是呢 你你要对你的业务 你的数据要很熟一的相关 你就才知道你哪些表呢 是可以把它给给优化了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聚合属存存上大量特殊值 特殊值 如果对特殊值的情况呢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转了 直接把贵的表 然后呢 如果你求看到的时候 还直接在这个镜上直接加击就可以了 空间换时间 六一二啊 好 然后今天呢 还有这块讲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 然后大家回去花时间复习一下 然后今天内容就先这些 让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大家对今天内容哪些地方有存在的问题 可以先讨论一下 好吧 大家对今天内容 Kindle都能Kindle吗 能Kindle打一个1 能Kindle打一个1 觉得今天这个内容 能Kindle80%吧 啊 如果大家之间对那个数据库还有Circle有一些基础的话 其实Kindle的内容还是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实践是吧 实践就得下周三了 下周三 当然大家可以提前实践啊 就是我这个PPT里面 PPT里面的 我有些实践操作 比如说 Hive的安装啊 什么Maprelios的安装 你可以先根据这个PPT先走一遍啊 先走一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如果没有时间没关系 然后我们在一块把这些实践一起练习一下 这是我们下周三的事情 啊 先走三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今天 Hive基础 我以为今天一次课讲不完啊 然后看了一下 不过今天花时间确实有点多啊 花时间确实有点多 把这理论的 讲的 基本上该讲都讲完了 那下次实践的话 就可能会云出更多的时间 运输更多的时间来了 运输更多的时间 如果这个实践部分 如果是周三进行的快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提前先学一部分的HBase的一些内容 这到时候再说 看情况吧 主要看大家消化情况 其实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对今天内容 主要看今天的Hive内容吧 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优化不清楚之前的差异 今天想要优化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啊 就是第一次接触的话 就是第一次接触的话可能会有可能会跟不上 跟不上节奏 这样的话就先看下视频 看能不能把没有听清的地方 现在再补一下 哪个地方优化不清楚啊 能能大概这个具体一些吗 具体一些核桃 啊 这里面差异啊 其实很多的优坏都是在 考虑 生成几个Maprelios 一般来说 往往生成 往往来说 我这个sicle能够生成 这个Maprelios越少越好是吧 因为Maprelios Maprelios越少呢 会 会有助于我整个的任务的耗时 能减少耗时吗 是吧 一般他就出于这样的一个一个目的 但是也不尽然 但是这里面是讲了很多句话 但是真正的在那工作中 因为每一个人每个开发工程师 他的呃 程度不一样吧 所以 嗯 嗯 有的人可能会注意一下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也就不太那么注重 是吧 都是 结果优先 只要是能把这个任务能把这个 结果跑出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实现就可以 所以 在工作是工作时间工作的时候 只要是对这个 啊 你的时效性要求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呢 呃 估计很很很很多人 都不会再不会注意这个优化的这些细节 所以呢这也是 呃 也是一个不同的那个那个爱立之间 不同的那个开发工程师之间 这个水平高低的这么一个一个体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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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计划是吧 執行计划 应该是可以看的 但是我这边很少看着执行计划 就是看执行计划干嘛 就是他能看出 你这个前后之间是真正是 是怎么 就是怎么能够运行的 就是这个思考 现在把你这个思考里面的细节展开了 对不起 感谢观看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行 然后我就把视频导出来 然后大家进 明天看还有一天时间 然后可以提前的再复习一下 是吧 行 那今天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那先先到这吧 然后呢 我们下次周三的时候呢 就主要侧重这个Hive的实践的部分 可以吧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提前根据这个课件 提前的做一些个实践部分的操作 可以提前的感受一下 好吧 那先这样了 那大家 也时间不早了 那早点休息吧 好吧 那先下了 拜拜 拜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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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